那他第一个创作出来的一张画 就是我们纯饰的 我们看得到的就是这一张聚锐图 这张聚锐图呢 是目前纯饰的一张这个画 那我们感觉得到 这是郎士林已经放弃了 他的油画的 这个原来的画画的这些技巧 然后大量的容纳了中国的绘画技巧 但是呢 他的写真的技法又是那么强 所以他这个就是开启了 所谓清宫画院派里面的 东西方技法的一个混合 然后你看他这个瓶子 他非常的光亮啊 把那个瓷器的质感都画出来了 但是他没有用任何的 他都是用色块 然后堆叠 然后深浅 然后制作出这种光的质感 然后他的画非常写实 写实到也有人说 也有这些文人 这都不是中国文人画所喜欢的东西 所以但是呢 他画的通通都是呈应着皇帝的意思 你看画的是什么 病头莲 那个结穗 那个穗子 也是双结穗 这个也是花开病地连 这就是祥瑞嘛 这个雍正皇帝就是很迷信祥瑞 所以你常常会在档案里面看到 小太监传话 说玉花园里面 年花花开病地了 请郎士林去画下来 那这些为什么花开病地要去画呢 因为这是吉祥的征兆 那这个麦穗呢 一个穗子长了这样 也是病地了 那也是代表了丰收 所以同样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 有一张郎士林的画作 也是同一年画的 他就是整张画 画成了通通都是 其实这不是麦子 它是那个树米 那个叫酵 那个叫什么 叫做玉树米那种东西 他其实就是表达了皇帝种龙的一个 那很多人问 郎士林懂不懂 写不写汉文 懂不懂 会的 这就郎士林的字 这郎士林的字 然后郎士林留下的字很少 但是他的签名始终这么公笔 一笔一画在画 他讲什么 他会不会讲中文 我认为他一定会讲汉语 但是他跟小太监们沟通 是用蛮语 那传教 尤其耶稣会士 最重要的一个训练 就是语言 他到哪里去传教 他立刻融入这个地方 能够绝对能够用你们的地方语言 来加以传教 那何况他每天陪着郎士林的人 通通都是大学士 通通都是汉林学士 他什么都会 他已经在学用中国的毛笔 中国的纸 中国的墨 在画画了 他当然也就可以学习中国的字 虽然他留下的书法不多 因为他并没有成为一个书法家了 那我们认识郎士林 真正能够认识郎士林就这个档案 内务府照办处各做成活计清党策 简称为活计党 他记录了郎士林的事迹 从雍正元年到三十一年 四十四年之中超过了三百条 全部都是成应干活 你看这里说 太监 王太平 传指西洋人 郎士林 画过的 哲耳德小狗 哲耳德是马文 就是红色的小狗 哲耳德小狗呢 虽好但是尾巴甚短 其实身体呢也小了一些 在着郎士林照样画一张 也就他画来了一张啊 他说毛也太短了 身体也太小了 重新画一张 那你看这个是 那宜清王宜清王就十三阿葛 宜清王命令郎士林画百郡图一卷 这画到雍正六年成功了就图成百郡 那你再看这个是 这个命令 命令这些人 这叫班达沙 巴石 孙威 凤 什么这些人等等 在跟在郎士林学画 就康熙也派了一群 这个这个宫里面的内务府官员 去向郎士林学画 其中班达沙的作品 有留下来 就是郎士林的徒孙 徒弟 所以你都可以看得到 这些档案 是研究郎士林最丰富的资料 但是这些档案 我们所知道的 就他画了什么画 画了什么画 画了什么画 还有他画得很好 皇帝请他吃饭 就赏给他一席九席 这一类的而已 所以你不知道他的生活 你只知道他非常忙碌的 画画的生活而已 那乾隆 真正最欣赏郎士林的人 就是乾隆 雍正皇帝 虽然已经欣赏郎士林 但雍正皇帝 从来没有叫郎士林 帮他画一张肖像画 雍正皇帝 如果你打开书本 雍正皇帝留下 非常多的肖像画 他扮和尚 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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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士 扮各种扮相 他是像那个化妆大师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画像留下来 但是没有一张是郎士林的 很多人在研究为什么 就大家因为中国传统的画像 都是平面的 几笔就勾勒出你的画像 那这个 这个 这个郎士林画的像真的太像了 阴影啊光影啊通通 他们认为这 所以都认为不行 那你看在1860年 摄影术传到了中国 按照这个英法联军之后 五口通商 摄影术也来到了中国 那个大家都不敢去 起初没有人去敢去拍照片 因为他就传说会摄魂了 所以没有 只有什么人愿意去摄 去拍照了 广东人 因为他开风气之先 在西洋特别是 第一个照相铺就开在香港 因为华阳杂楚 然后传传传 传到内地了 什么人拍照了 满洲人 而且是满洲的皇宫贵意 因为普通人也拍不起很贵 但是留下了这个帝王 还有大臣的照片 那就他没有那么多忌讳 清宫 这个找郎士林画像的人 也是宫里面的达官贵人 他大部分是满人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儒家思想里面的忌讳 那乾隆是真正最喜欢的 乾隆当宝亲王的时候 就把他招入宫帮他画像了 那他爸爸是不要的 所以这个档案里面记载 他这个一生受到了康庸前三朝的宠爱 这个乾隆 12年的时候 郎士林也奉命在圆明园里面设计西洋楼 设计了个大水法 就是喷水池 那十二受手 然后整个是他跟蒋友仁 蒋友仁也是一个西洋传教士 他是数学家 据说档案里面记载 乾隆在翻阅这些西洋人 给他的那些画本 就看到了罗马喷瓷那样的喷瓷 他就找来西洋 这是什么 人家就告他这是大水法 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喷水池这个名词 就是说这是那个水都会喷 那叫大水法 然后他就问你们会不会做 他们说会 乾隆就叫他们做一个 这后来就圆明园的 但是又被一把火烧掉了 所以根本不知道 那总之 从到了三十一年的六月 郎思琳四世 八十岁 近八十岁 在宫里面服务了五十一年 这个是乾隆元年 你看看他已经做什么 他这个人交出了七十五张画 交给 所以乾隆朝为什么 我常说 康庸前三朝的艺术品 经过了宫里面失火烧过 经过了英法联军烧过 抢过 经过了八国联军 抢夺过 又经过了义和团支乱的乱 再加上了 后来这个 清朝父王的流散 然后 这么多 让这些宫里面的艺术品 丧失 毁灭 但是你想想看 他们伟大之处就 两岸故宫还有这么多 全世界只要叫做东方博物馆的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博物馆 没有乾隆的典藏 为什么 这个皇帝日理万机之外 他基本上不好身色全马 他喜欢什么就一文创作 你看就一天之内 乾隆元年 你看 有这么多人送东西 其中跟 朗石林画灵毛四张 这陈懒 送去给皇帝 这朗石林画音一张 这些都其他的宫廷画家画的 朗石林画花卉六张 朗石林画百俊一张 这就他那一年 这就一件档案 一条记录就这么多 所以你可见 这就是我们知道 可见的 这个绝对不是一下子画出来 他就成天在画 好 我们再来看 你看这个初四 这一天上誉 皇帝就命令了 朗石林画十卷大画 要画十卷大画 师父要画十张 不逼不警 起稿成乃 什么意思 我叫你帮我画十张画 十张 十张 十张俊犬 十张马 你画了之后呢 把稿子先给我看 皇帝就会指导了 身体太短了 毛太短了 太长了 所以 然后你就来 先画好样稿 他说OK 那你才开始正式画 所以为什么说 朗石林的所有作品 固然是朗石林画 但是他有个最高指导原则 最高指导老师 就是乾隆皇帝 或者雍正皇帝 他都叫他先画画样 画完画样 他才说同意了 你再着色 着完色他再看看 如果颜色不好 他叫你重来一张 所以你会看得到 有的时候有一张画 有几种 那都是他不满意再画 所以你看 这个 他交给他一个双耳瓶 一个军瑶的双耳瓶 宣纸一张 交给他 船 左指 就是给朗石林 照样用宣纸画一张 不要此瓶 另画好款 是瓶 所以他要画 他给了他一个瓶子 所以你在上面画花 那底下呢 就是用这个瓶子 这样画一张 另外一张呢 你不要用这个瓶子 你自己设计一个好瓶子 画上去 然后两张一起给我看 所以你看他是不是指导 所以这是画海东青 这是人家 这个蒙古 这个阿富汗的贵族 送的四匹马 他就叫 他叫什么 他叫朗石林画爱乌汉 就是阿富汗所进贡的四匹骏马 画手卷一卷 你就写生了 因为那四匹马就在那边 他在叫金庭标 这是宫廷另外一个画师 他说你按照李公林的方式 五谷画的方式 另外画爱乌汉 这个四骏马手卷一卷 这就比较了 李公林是谁了 李公林是一个北宋的大画家 以画人物画和画马为主的 宫里面有他收藏 所以李公林的这些画 目前都藏在国立故宫博物院 所以朗石林绝对看过这些画 他会叫他画 同时候他就较劲 他叫朗石林你就写真去 就叫金庭标 你就去按照李公林的画法 北宋的画法来画这些马 所以这是为什么能够东西文化交流 我相信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同样的身份都叫画画人 所以每天在研究究究竟怎样画 才能够满足这个老爷子的需求 才能够满足这个老板的需求 所以他们有切磋 有交流 这是一定的 所以朗石林是透过了他很明明的观察力 然后他用他的画笔 我不是读艺术史的 所以你们今天听我讲 一定或者如果你读艺术的 你会有点失望 因为我没在讲太多的技法 那我讲的是 因为我读历史的 我就在讲 其实同样这些画 他记录了清朝的圣典 否则我们至于清代的很多事情 只是文字记载 我们根本不知道清禅怎么做 大阅徒 大阅兵是怎么做 他通通都叫朗石林 把他画下来了 所以他这种留下了 他用他的笔墨画笔 留下了清宫的庆典 习俗跟重大政治事件 以及乾隆皇帝的文字武功 乾隆皇帝是利用朗石林 和他这一群画画人之笔 在为他写当代历史 他那个时代发生的历史 所以他做得非常好 皇帝也很满意 所以在乾隆十三年 他被赤锋奉承怨清 郑三平的官 从此以后 他基本上是成为了清宫里面的首席画画人 所有合作 一群人合作的话 挂头牌的就是他 那这是活祭党最后一则记录 乾隆五十一年 二十几天后他就去世了 五月十五号 郎思琳逝世前二十几天 皇帝传郎思琳菜桌 一桌送给他一桌菜 然后里面有什么 素菜两碗 摊鸡蛋一碗 虾米白菜一碗 点心一盘 素粉汤 那这是最后 那这样的东西 在活祭党里面看过好几次 他送他一桌菜 就是表示对他很满意 换句话来说 以这个菜来说 郎思琳是没有得很严重的病 就去世了 很可能什么心机 就是很舒服的 很愉快的 很快速的就接 因为二十二天后 二十二天前他能够吃 而且还在创作 然后圣灵死后 就葬在 乾隆很伤心 七十八岁 乾隆上给了家长的四郎贤 然后给了他三百两 三百两很多的 办伤事 然后他的墓到现在还在北京 北京这个一个中央党校 离北京市不远的 我都去过 里面呢 所有的包括立马斗啊 这些人的坟都在里面 那当然这些坟 康熙对这些传教士是非常好的 所以给了一块土地 给这些 给了一块土地 专门让传教士葬在那边 那这个 后来在这个 八国 不是 在那个一活团之乱的时候 那因为 他们对于外国人的仇恨 就把这些坟全部毁掉 然后把这些厮守 反正尸骨也拿出来 反正就很乱 那因而八国联军进来了 所以八国联军的第一条就要求你 首先把我的西洋传教士这些墓 帮我修好 所以但是尸首已经拿出来编过了 而且都乱了 所以他们把尸骨都回账 但是这些石碑还好 虽然打断石碑还在 所以就又找师傅把他一个一个拼接 然后全部恢复 那据说这是第一次被毁 后来在文革时间也曾经被毁 但现在呢 他在中央 中国大陆中央什么 政府官员训练学校里面 有这个墓 而且修得郁郁冲冲 非常好 所以这是郎士林的墓